除了原本的台灣、澎湖跟麻祖以外 在這一報的警戒區還新增了金門 我們預計這個颱風在未來逐漸靠近的時候 在未來明天開始金門跟麻祖也會陸續進到颱風的暴風範圍當中 而這一段時間因為颱風的強度有明顯的增強 我們根據最新的氣象資料 認為在11點的時候這個颱風有達到強烈颱風的程度 因此目前開明颱風是強烈颱風 而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我們預計在這個颱風中心大概在今天晚上到深夜的這一段時間 會逐漸接觸到台灣的東北部跟東部的沿岸 隨後可能在深夜的時候逐漸通過登陸 並且通過台灣北部陸地 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清晨到上午的這一段時間進入台灣海峽北部 因此從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將會是這個颱風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的提醒是 這個颱風在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它的路徑可能會有些擺盪甚至是打轉的一個現象 所以除了登陸附近幾率比較高的宜蘭地區 要特別留意颱風 眼強的強風好雨清晰之外 我們也不排除它路徑稍微往南偏的時候 也可能會為花蓮地區 尤其是北花蓮帶來非常劇烈的強風以及好雨 要提醒當地的民眾要特別留意颱風動態 並且做好防台的準備 而隨著颱風的接近 其實在各地的風跟浪都已經明顯地增強 我們從今天上午的觀測資料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平均風的分布圖 超過黃色的地方 就代表平均風已經來到六級以上了 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除了東半部開始有些比較明顯的陣風出現之外 尤其是西半部的沿海還有澎湖 也已經出現了滿強的陣風了 那目前我們在人工的氣象站 在蘭嶼有偵測到十一級的陣風 在彭佳嶼也有偵測到十級的陣風 那我們預計這樣子的強風的分布 在今天上午雖然都是在沿岸 但是隨著颱風的逐漸靠近 我們可以看到從今天下午開始 包括內陸地區也會開始有強風出現 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 在整個台灣的沿海地區 普遍都會有十到十一級的強陣風 尤其是在颱風中心靠近的時候 大概在今天晚上之後 宜蘭甚至是北花蓮附近 受到中心附近劇烈的雲帶影響 可能會有十三到十四級的強陣風出現 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而另外一個要注意的重點是降雨了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颱風的環流的影響 主要是針對北部跟東半部 帶來的降雨是比較明顯 目前的累積雨量在太平山 已經超過了370毫米 達到大豪雨的等級了 在最近幾個小時 在中部跟南部這邊的回波 很多雨也明顯的發展起來 因此在這幾個小時 反而是在屏東這邊 釋雨量有超過50毫米 我們依據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除了北部跟東半部風雨會增強之外 中部跟南部的風雨也會顯著的增強 所以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特別注意是在白天 各地的風雨其實明顯的顯著的增強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颱風登陸的時候 尤其是各地都會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我們不排除可能有超大好雨發生 而到了明天颱風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西南風帶來非常強旺盛的水氣 所以西半部甚至包括台東 也可能會有非常明顯的降雨 整體的降雨預計要到26號之後 才會逐漸的緩和 但是在26號當天 中部跟南部 可能還是會有局部性的好雨發生 所以最後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在未來幾段時間要注意的 今天白天是整個風雨增大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預計風雨最大的時間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全台灣各地的風雨都比較劇烈 衝擊最大的地方 當然就是中心會影響到的宜蘭跟北花蓮一帶 那到了明天白天颱風進入海峽之後 宜蘭花蓮風雨會略而減弱 但是西半部的雨勢還是非常明顯 風也還是非常明顯 那整體在本島跟澎湖 大概要到26號之後 風雨才會有緩和的跡象 但是25號26號 颱風比較往華南一帶接近的時候 金門跟馬祖受到它的影響 也會有強風跟好雨出現 這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因此我們現在就是颱風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覺 做好防海準備 並且多關注颱風消息 以上是今天中午的颱風說明 好 主播各觀眾颱風來襲 台北市長蔣萬恩 今天早上也主持 台北市的災情應變中心 來關心颱風的最新狀況 另外以及許多網友也灌爆市長 臉書說他是最帥市長 他也有所回應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都持續關注 所以今天晚上7點5 我們會再次 新次由我主持的EOC的準備會議 我們會再聽取最新的颱風路徑 相關的雨勢風勢的分析 來照過去的慣例 晚間8點會對外宣布 在今天即便上午大家可能感受的雨勢風力 沒有預期中的強 但是根據團隊的預估到下午時刻 其實相關的雨勢風力就會越來越強 那當然我想最帥的不會是我們 最帥的會是今天還依然必須留守 而且出勤的辛苦的 市府團隊很多單位的同仁 以及辛苦在各項房台整備上面的團隊 好 台北市長蔣萬恩其實也表示 雖然今天放假 但還是希望民眾可以待在家來進行 房台的準備避免來外出 另外她在下午的時候 也會進行一連串的視察作業 希望可以做好完整的房台準備 還有8月即將預計 可能會有雙城論壇 長蔣萬恩其實也表示 目前都還在持續溝通中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棚內 我的確 現在這凱米颱風 她已經來到了中度颱風的上限了 不過過去幾個小時觀察 凱米颱風她的強度還在持續增強 現在她的近中心風速 大概是每秒45公尺 那麼氣象許無辜 她接下來還有可能增強 來到的是每秒 大概48公尺的近中心風速 那強度增強 對台灣的影響勢必更加巨大 尤其首當其中的北東感受 會更加明顯這雨帶甩進來 而且不僅僅是 凱米颱風本身的威脅 它的外圍環流 因為相當的廣闊的關係 所以有部分是跟這西北風 以及西風符合造成了一個強對流 我忘了看到對流這兩個字 就要嚴防它帶來的好雨之外 下方還有一個西南氣流 怎麼說呢 其實這是從西南側延伸過 通過巴士海峽 一直帶過來的這樣的一個水帶 水氣 其實看起來相當的肥厚 那麼一旦這所謂的颱風尾 再甩進來的話 其實一連幾天對台灣 尤其中南部的山區 雨勢是必更加的明顯 那麼接下來透過這影響時程 來帶您掌握一下 今明兩天是受到了 這凱米颱風清洗影響 所以說今天到明天這兩天 在這個雨區預報上呈現的 都是紫白色的情況 尤其北部還有宜蘭花蓮 要留意強風好雨之外 山區也會出現大好雨 中南部地方則是在下半天開始 山區感受的好雨會越來越明顯 澎湖也會有一些 強風跟間歇雨發生 至於禮拜四的話 就是明天了 那麼西半部的這個雨 也是同樣是強風好雨之外 宜花蓮也要留意 其實雨還是會很大的 而至於中南部地區 就要開始留意 山區的大好雨出現 這一次大家感受上 雨的感覺會比風還要明顯 因為它整體在山區的總雨量 跟過去幾個颱風相比 似乎又大上不少 你看到其實以北部山區看起來 還好山區部分總預估雨量 大概來到了1100毫米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南部 南部現在是預估 這一連幾天受到凱米颱風 還有它夾帶的水氣影響 預估上線來到了1800毫米 也就是說儘管今明兩天是凱米颱風 影響台灣最明顯的時刻 但是就算颱風遠離之後 它甩進來的雨帶 還是有可能會對山區 帶來相當可觀的降雨 所以提醒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該撤村或是避難的時候 就要趕快去做 畢竟您看到這一回 凱米颱風夾帶下方 非常大的水氣進來之後 您看到山區部分的雨量 預估上都蠻高的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可要嚴防在山區超大好雨 一連幾天帶來的嚴重災情 因為這一回這凱米颱風 其實它會登陸 所以因為登陸的關係 它整個暴風圈融造進來之後 尤其你看到宜蘭沒有 近中心的話 可能這樣要嚴防的是 13到14級的強陣風 尤其它登陸之前 觀眾朋友也要留意 因為整個暴風圈 受到了地形的破壞 所以它會呈現一個 南北稍微擺蛋的情況 也就是說今天下半天 準備要登陸的時候 這個風在感受上 會勢必更加明顯 那麼沿海風浪也要留意 盡量不要靠近海邊了 畢竟我們反覆強調 隨著這凱米颱風逐漸逼近 沿海風浪已經出現了 五公尺浪高的長浪 那麼可能會出現 六到八公尺的長浪的話 那麼你想像一下 可能就是兩層樓的巨大的浪了 簡直就叫做瘋狗浪了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這回凱米帶來的風還有浪 不可掉以輕心之外 我們透過最新的警報單 來帶你掌握凱米颱風 目前最新狀況 此刻它其實已經 逐漸的進進台灣了 早上八點一爆 它的暴風圈目前看起來 三分之一的台灣 都在當中了 那麼你看到接下來 未來二十四小時 它可能就是在宜蘭跟花蓮 這個地方來做登陸之後 預計在明天白天 也就是說明天早上八點 它的中心大概會落在這個位置的話 它的暴風圈依舊湧在台灣上空 所以大家很關注說 明天還有可能再放一天颱風架嗎 就要考驗著各地方政府的智慧了 我們再來看到這雷達回波 但你掌握現在的風雨最強的地方 你看到其實它的外圍環流 整個甩進來之後 宜蘭還有大台北地區 東北地區感受上相當的明顯 可能在西半部 現在很多觀眾朋友 感受不太到什麼風雨 但實際上海米颱風 它逐漸進逼的過程當中 這霞帶的風沛的雨勢 就會甩進來 那麼超大豪雨警戒區 還包括剛剛蘊涵反覆強調的 中南部還有東北的山區 都要留意 此外這大豪雨地區也包括了 北部還有台東地區山區之外 嘉義以南地區同樣也要留意 隨著凱米颱風它開始甩進來之後 這個雨帶順著這個迎風側降進來之後 勢必帶來相當可觀的降雨 那麼我們在看到這回開米颱風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 為大家再統整一次 剛剛蘊涵反覆強調 今天白天可能感受上還好 因為颱風開始出陸了 但是今夜到明晨這段時間 從它登陸的時間一直到 它離開從桃園這邊來離開的時候 它的雨甩進來之後 整個西半部就要嚴防這個超大的豪雨進來 尤其山區部分這紫白色其實代表的 其實這個降雨勢必相當可觀 至於在明天的話 還是持續受到凱米颱風的影響 尤其中南部更要嚴防 明天這個雨會更加的時間更長 甚至這降雨會更加的可觀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都要留意了 而剛剛蘊涵在前面一題有提到的 這西南氣流一進來之後 週五之後的天氣有待觀察 就擔心這西南氣流如果真的甩進來的話 中南部的雨量雨孤恐怕就不止這樣了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尤其在山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其實還有一些些的空檔 請務必一定要做好相關的防台作業了 我們再透過氣象署最後的這影響重點 再次提醒您 其實現在總要就是了解的超大豪雨部分 中南部地區 東北部山區要留意 可能會受到這豪雨影響之外 另外剛剛蘊涵也反覆提到了強震風 低蛙地方這要更加留意之外 離島地方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你看到離島部分從禮拜四開始 包括金馬風雨都會變大之外 在禮拜五的時候 離島地方風雨也會漸漸有感 至於北東部分儘管在禮拜五的時候 降雨開始趨緩 但是中南部要持續觀察 當著雨帶甩進來的造成的新南氣流 是否會為中南部的山區帶來嚴重災情 以上是這一節有關颱風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還給一幀